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频道 希望在这个频道里面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马来西亚的大小事情 是的 你们没有听错 我在我的YouTube频道呢 就开通了新的单元 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我就会用华语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马来西亚我们是如何学英文的 当然 除此之外 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有趣的事情 而在别的地区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琐碎 可是我却觉得有趣的一些事情啦 好 那么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就是 你可以如何更接地气的在马来西亚说英文这件事情 可是呢 在这之前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so that you won't miss my content 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说英文呢 语助词是扮演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因为 不管你在马来西亚说什么语言 英语 华语 甚至是马来文的话 你都需要语助词来衬托它的美感 所以今天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三个不一样的语助词 好 虽然呢 我说是语助词 可是这些语助词呢 就是在字典里面你是找不到的 所以呢 它并不是很所谓的专业 而是马来西亚呢 在时间的进化里面呢 就自己衍生出来的一些语助词啦 所以呢 第一个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啦 我相信啦这个语助词 大家都应该不会很陌生啦 因为每一次当我们一提到Singlish 或者是Manglish的时候 啦这个语助词就会出现了 可是哦 啦这个语助词我觉得是最难的 因为对很多外国人来说 它是totally不make sense的 因为他们每一次觉得 啦这个语助词 只需要随便的加在每一个句子后面 那么他们就是说着标准的Singlish 和Manglish的 No! You are so wrong! 啦 其实最简单的意思就是 要emphasize 或者是着重加强一句话的意思 比如说 Let's have dinner here 啦 好 这句话呢 其实只会出现在就是 一群人然后过后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过后 会出现的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不用再讨论了 今天呢 我们就在这间餐厅 解决吃饭就好了 可是可是 如果现在这个啦的音调 稍微变了一点点的话 就好比说一个女生 突然间很轻声声语的告诉你 Let's have dinner here 啦 哇 我告诉你 你想都不用想 直接就在那边吃就行了 因为现在这个啦的意思呢 已经就变成了 我求求你了 就让我们在这边吃饭好嘛 所以不会用啦 真的不要随便用 接下来呢 就是meh这个语助词了 我个人觉得meh是比la还要简单的啦 因为通常呢 我们会用meh的话就是 为了再三确定一件事情而已 比如说现在呢 你有马来西亚的朋友跟你说了一些 非常难以自信的话呢 好 你真的想都不用想了 直接就really meh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确定嘛 然后如果你的朋友跟你说了一些让你感觉到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的话 那你其实也不用想直接就用meh就可以了 比如说 Really meh? Malaysia is knowing? 可是哦 你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你的情绪必须再高昂一点 比如说 Really meh? Malaysia is knowing? Malaysia is knowing? 所以如果你遇到不了la的话 其实你可以try一 try就是学习怎么用meh 好 最后一个呢 你需要学起来的语助词就是loh 以我个人看来loh算是比meh还有la 更简单的一些语助词啦 基本上呢 我们用loh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被逼着 或者是被勉强去做一些我们不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最basic的example就是 ok loh fine loh 如果现在呢 你马来西亚的朋友逼着你去做一些你不想要做的事情的话 那不用等了 直接loh下去就是了 比如说 Well I don't really want to do it but for you ok loh 虽然在影片的一开始呢 我就跟大家说我会分享三个语助词 可是现在呢 我就硬硬要来个bonus 而这个bonus呢 就是 one 当我们在说Singlish和Manglish的时候呢 其实one算是最高电堂里面其中一个词 因为如果你呢 顺理成长的把one加入每一个句子的话 那其实就代表着你已经对Singlish和Manglish了如此长了 one其实这个la的意思呢 是非常的相近的 也就是说 你用one去emphasize 或者是去着重一件事情的严重性 好比说 he's very good one I don't know why 所以当你的朋友一直不相信你说的话的时候 那你就不用考虑了 直接就一直在你的句子里面下one就对了 Trust me you've seen it before one Trust me I never bluff you one 是的 如果你很想要接低气的去说马来西亚的英文的话 那这几个语助词呢 就是入门款 把它学习好 那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呢 可能我们就会误认以为你是马来西亚人了 Don't worry la I will see you guys soon in Malaysia 好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对马来西亚生活大大小小事情 有一点点兴趣的话 那就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